其實我發現我們剛剛已經把第二章講完了 因為第一章裡面我就有給過這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就是一加到十的範例 組合語言在這裡基本上第一章跟第二章這一段是重複的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講完 組譯完之後有組譯報表 然後最後用虛擬器去執行就會出現這個 那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程式範例和過程 所以我們其實已經把電腦硬體架構的這一章 電腦硬體架構的這一章也看完 那接下來就真的比較可以實作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硬體描述語言 好,硬體描述語言 就要開始進入可以實作的Vlog的部分 那我得先確定一下我們這邊是不是有灌iColors 各位如果有灌iColors的話 有喔,這裡 那這裡呢 你必須要去試一下 看看它的路徑是不是有設好 路徑有沒有設好 我們來確定一下 好,ivlog是iColors的編譯器 那,所以這個代表說它有設 因為它有出現usage 這代表它有設好 所以我們就不用再設 但是一般來講呢 你家裡的電腦沒有安裝這個 所以你要自己安裝完 有必要還得設路徑 就跟灌iColors是一樣 那待會我們會告訴各位什麼弄 那我們要先跟各位介紹一下這門課的一個主角 這個主角就是硬體描述語言Vlog 那我們所有的電路都是用這個來設計 那這是一個硬體描述的語言 所以它跟C語言 或者是你學過的C-Sharp 會是非常不一樣的東西 那C語言的基礎大概就是位元 bit,byte 但是呢Vlog的基礎是while 線 那這我好像有跟各位提過 那這種硬體描述語言的基礎都是線 那VHDL在1983年提出來 然後1987年被美國國防部和IEEE 定為標準的硬體描述語言 Vlog是在1984年開始發展 是由Cadence Design System這家公司所發展出來 那如果你對這種EDA的工具有了解的話 就是說電子自動設計 這種工具你有了解的話 你就會知道Cadence這家公司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公司 而且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公司 它是EDA上面的蘋果 或微軟 那EDA其實這個技術是一個台灣完全沒有的技術 我們在這一塊領域是幾乎真空的 所以我們的學術界其實是很應該投入這個領域 但是沒有人這樣做好像沒有看到 那這一塊大概是美國目前競爭力最強的一塊之所在 整個美國的電腦工業的核心 大概就是這一塊EDA 電子輔助設計 這種編譯器台灣沒有人會寫 你要把它編成FPGA 目前大概只有幾家大廠會做 一個就是Cadence 另外是Aterra 還有LightLinks 而且Aterra和LightLinks的技術也不完全是自己的 像它常常還要跟德州儀器 license一些軟體過來用 那所以這裡其實是很有學問的一個領域 整個高科技的核心 數位技術的核心就是這一塊 EDA 那1995年Vlog也被IEEE認可成標準 為什麼它比較慢才被認可為標準呢 因為本來它是Cadence私有的 它一直不太願意放出來 但是因為這樣VHDL會威脅到它的地位 所以它就放出來 放出來之後它的地位又穩固 不會因為沒有標準化而被VHDL趕過去 所以一直到現在其實Vlog還是主力 EDA的主力 那相較於VHDL而言 Vlog的語法比較簡潔 像VHDL都要寫一些標頭檔之類 類似C語言的點H 但是Vlog不用 所以它的語言一直都很簡潔很精簡 不該寫的語法它就是沒有 相對的是這樣 所以經常被用在專業的數位電路設計上 但是呢學校不太喜歡用Vlog 學校常常喜歡用VHDL 那不代表VHDL比較弱或怎麼樣 VHDL其實有些語法還比Vlog強 但它很囉嗦 很囉嗦 所以呢其實Vlog我是比較喜歡 那些什麼VHDL做不到的語法 基本上我大概也不會去用 所以就沒差 那我們想學數位電路設計的時候 我覺得Vlog我覺得很喜歡 那VHDL我覺得我受不了它 受不了它一直碎碎唸的那種感覺 有點囉嗦 那我是為了學CPU設計才學Vlog的 那之前我曾經用VHDL試過 我覺得好麻煩喔 那這純粹是個人感覺啦 沒有沒有客觀的評價 沒有客觀的評價 純粹是個人感覺而已 你學一個語言 你學了覺得很不舒服 那你就換一個這樣子 純粹是個人感覺 那Vlog它的基本型態呢 我們剛剛講過它是線 Wire 那既然是線的話呢 它就不只是有0與1 當然它還是有0 0就代表說低電位 低電位 怎麼會多一個步字 奇怪 步0 步0的步跑到這裡來 應該是低電位而已 步0字在這裡 我這個排版沒還好 那這個用Markdown寫的 Markdown有一個快速的表格 那個沒有對齊就會這樣 所以 好歉,回去再修一下 那這裡 1的話當然這是高電位 這是液色值 那Z的話呢 是代表高阻抗 這是線的一個特殊狀態 對不對 高阻抗基本上就斷線 斷線 知道吧 你要通過去嘛 但是它中間如果用一個三太 三太開關 你那個三太開關是封閉的狀態 它就是通不過去 這就是代表那條線的狀態 其實是高阻抗 OK 那高阻抗 其實在Vlog裡面是很好用的一個字 那另外還有一個X 那另外還有一個X 或X 這個X呢其實是位定值 那位定值是什麼意思 其實這個是 這個是很有趣的 這個精華 因為 如果你一條線 但是你有兩個接線都接到它 像這樣子 我這裡有一條線 但是呢 我這裡有兩個接線都接到它 可是我這個接線對它輸出1 我這個接線對它輸出0 那請問這一段的指揮是吧 是嗎 答案就是不知道 到底是1還是0呢 要看運氣 你只能把揮決定 那這種當然是不想要的吧 沒有人會希望我到底是1還是0都不知道 你知道 在初衛電路裡面 我們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 這個時候 在Vlog跑模擬的時候 這種情況它會是一個X 因為有矛盾 或者是根本就沒有設 從來沒有設過也是X 因為從來沒有設過也不知道是1還是0 所以未初始化也是X 有矛盾也是X 這個就是這個 未定值的意義 未定值的意義 好 那所以呢 對於一條 沒有主抗的線路 其實這個X的狀況 就是有矛盾 那 高主抗就是剛剛的Z 所謂Z就是高主抗 就是那個主抗高到基本上就斷線 對不對 那 以那個半導體而言 半導體 或者叫半導體 有時候會導電 有時候不會 那你就可以控制它 當你控制它不導電的時候 就是Z 對啊 OK 半導體 處於高主抗情況的半導體 或者是塑膠木頭 那那個當然就是 就是高主抗 那這種就用Z指來表示 那所以根據這種四種線路狀態 各位過去在數位邏輯所學的真值表 就必須要擴充了 真值表通常你只會有0和1而已 0n的0的話是0 0n的1還是0 1n的1才是1 OK 這是數位邏輯的真值表 但是呢 在VariLog裡面 它就有四種情況 所以它會有4乘4 這個乘 被誤解 被誤解成黑體 所以本來只要2乘2的 的真值表 就誤解成 就變成4乘4的真值表 這個是因為那個打太快 因為Mockdown這個語言真的打太快 我現在都用它來寫書 所以不小心 打到乘這個符號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會誤解 誤解成黑體 所以要特別標記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 OK 這是4乘4的真值表的狀況 主要就是多了X和Z X就是位定值 Z就是高主抗 那有了X和Z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0n的X 結果應該是什麼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0n的X 結果會是0嗎 我覺得應該是X 對啊 這裡可能有寫錯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有錯 0n的X不應該是0 應該是X才對 那0n的高主抗 也應該是高主抗吧 不對喔 0n的高主抗 搞不好還真的0 這個再想想 那反正就是 它的真值表 這幾 這一些的地方是很怪的啦 基本上你最好不要去用到它 你不要這樣亂接 亂接的話你 就是不對了 根本就不應該去用它 就對了啦 你如果要給它高主抗 那就真的高主抗 不要再接個and 那很奇怪 那所以呢 你們應該也可以自己寫出 All X or Not的真值表 那在Vlog裡面呢 只要宣告一條線路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Wire 然後變數名稱 比如說W1 這樣可以 或者是一次宣告很多線路 就Wire WSYZ 這樣子 就宣告很多個線 如果你要宣告一整個排線 那你就要類似用正列的語法 Wire 31到0 Bus 這樣Bus就有Bus0 Bus1 Bus2 Bus31 總共32條線 OK 那如果你要一次宣告很多組的排線 那你就在這個31到0的Bus後面再加上幾組 那就會是0到3 那就會有Bus0就是32條 Bus1又32條 當然這其實不是很常用啦 用到這個就已經 就已經很多條了 你在弄著二維正列 那這個不知道要設計什麼電路 但是 是有可能啦 是有可能會用到 像我們在 我好像有用過 因為我們在設計那個 CPU的時候 暫存器 每個暫存器不是32個 會員嗎 但是它又有R0到R15 所以就需要用這個二維正列 對不對 因為有16個暫存器 每個暫存器又有32個會員 就要用到這個 我確實有用到 好 所以呢 除了線路以外 Vlog還有可以儲存穩定位員的 就是說不會改變 可以儲存永久值的那種 稱為REG REG暫存器 那REG可以用來儲存位員 不只是像線路 線路只是一種連接而已 Wire是連接 但是REG是有儲存的功能 那這個REG基本上就是 在FPGA裡面就是一種 類似SRAM的東西 靜態記憶體 那這裡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我宣告REGW 這是一個位員的變數 一個位員的變數 REG SYZ 那就是S是一個位員 Y是一個位員 Z是一個位員 REG 31到0 R1 那這就是32個位員的暫存器 R1 如果REG 31到0 然後R0到15 那這代表它是一次宣告 16個32位員的暫存器 一次宣告16個32位員的暫存器 那在C元裡面 你不會看到 不會看到這樣二維 因為它其實 在C元裡面 你宣告16個整數就好了 但是 因為這裡是硬體 所以它每一條線都要宣告 不能只宣告個整數 所以在Wire和REG 是比較常用的基本形態 那另外還有一些 比較不常用的 像TRI 這是三態線路 這個我們基本上不太會用到 TRIREG 三態暫存器 Integer 整數 這個我們基本上很少用到 那這裡就先不介紹了 我們都介紹比較核心的部分 不用把整個語言都學得很 很詳細很會 然後每一個字 關鍵字都認識你 每一個用法都知道你才可以開始寫 學語言不是這樣學 反正你寫就對了 不會就查吧 查了就再寫吧 就這樣啊 好 那 iColors的設計者 他是Steven Williams 那他所設計的Vlog開發工具 採用GPL的授權協議 有沒有人不知道GPL是甚麼 有沒有人不知道GPL是甚麼 耿怒的通用公共協議 GPL 各位 像那個有太多同學不曉得這種東西 這個是開放原始碼的入門 開放原始碼的入門 GPL 耿怒的所有的程式幾乎都是用GPL授權 那這裡你可以看到維基百科裡面的解釋 GPL就是耿怒通用公共許可證 那這個一種授權書 那這種授權書呢 就是GNUD的所有程式都是用這種授權 那在開放原始碼領域 GPL是最受歡迎的一種授權方式 但是它的限制其實是蠻嚴的 因為它要求你必須強制公開原始碼 這也是開放原始碼的定義 那另外有一類的開放原始碼 它採用的授權是BSD 那個BSD其實就沒有強制公開原始碼 所以反而其實GPL比較屬於開放原始碼 BSD其實也是開放原始碼 但是它是沒有強制力的開放原始碼 那GPL是強制非常強的強制開放原始碼 而且它現在在第三版 但是各位知道那個Linux拒絕升級到第三版 它的授權拒絕升級到第三版 它一直還停留在第二版 而且它在使用第二版的時候還開了一個洞 讓它更自由一點 因為Linux不希望綁得太緊 綁得太緊很多人就不想用 因為一定強制開放原始碼 一點空間都沒有的話 那Linux會起不來 因為那些公司根本不想開放原始碼 所以如果你強制所有的公司都要開放原始碼 那沒有公司敢用你這個Linux去做任何事情 各位知道如果你去產業界你各位知道 開放原始碼對產業界是一個兩難 他們很想用 但是呢又很怕 因為他們不想開放原始碼 那結果在這個風潮之下呢 日本的產業垮台了 跟開放原始碼絕對有關係 跟開放原始碼絕對有關係 Linux起來日本根本沒跟上 所以整個日本的產業 你看自從iPad iPhone攻進日本之後 日本的手機市場就被iPad iPhone主導 那iPhone還是一個 其實iPad iPhone底下的那個作業系統iOS 是他們自己弄的 但是iMac我們320的那個iMac 底下的作業系統那個OS OS10是開放原始碼的 的BSD作業系統在下面 那不管怎麼樣就是 美國人很會用開放原始碼 但是日本人 在這種軟體技術上面 他們其實不是很 不是很喜歡開放原始碼 導致說他們最後 整個工業其實是有點被拖累 好那 GPL它授予程式人這些權利 可以執行程式 複製程式 改進程式 並公開發布 而且是強制 你一定要把你改進的公開發布 這是它比較 比較 嚴格的地方 那像這個BSD授權呢 就是BSD就不強制你要公開 但是如果你用了它 你還是要標示作者姓名的 但是它沒有說你原始碼一定要公開 好那這個就是開放原始碼 扯遠 iColors採用GPL授權 它可以基本上可以在很多環境下執行 LenuxRBSD OS10 然後MSWindows 所以你所用的環境基本上它都有支持 那iColors支援的Vlog語法是 iGPL11995的 還有2001的還有2005的 所以它支援其實還蠻 蠻新的啦 能夠支援到2005其實已經蠻新的 那它也支援部分的System VeriLog語法 那System VeriLog就是一個比較更新 然後它加入了一些比較高等的語法進去的 一個Vlog版本 但是它就已經不是標準 所以我們在這個課裡面 還是會用標準的Vlog 不會用System VeriLog 那你可以在這一個網站裡面呢 找到它的原始碼 iColors iVlog.icolors.com 這個網站裡面會有它的原始碼 但是如果你又安裝Lenux版 你從這邊下載之後安裝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要安裝的是Windows版呢 這個作者自己沒有做Windows版 另外的人幫他做的Windows版 是放在這裡 這個 他幫原始作者做了Windows版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下載最新的版本 像這個0.97版 把它下載下來 10.5Mbps不算很大 還是蠻小的 下載下來之後就安裝就可以了 這行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一版就是 應該就是這個版本 好 那安裝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 那為了要讓各位有一點感覺 我們就直接來用 先給各位看 我們如果要設計一個 三輸入的SOR 其實三輸入的SOR 根本就不用設計 因為Vlog裡面的SOR本身就支援多輸入 但是我故意啦 因為假設你沒有二輸入的 就是只有支援二輸入的 沒有支援三輸入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子做出三輸入的SOR 那怎麼做呢 我先宣告 我先宣告 輸入是三條線 ABC 輸出是一條線 我就叫ABC 只是三個ABC是連在一起 那所以呢 我中間會需要一個中間的線狀態 因為兩個AND完之後 輸出的那條線要給個名字 所以我就把A和B做完SOR 不是AND了 是做完SOR之後的那個線叫做AB 那再把AB跟C做SOR的結果叫ABC OK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就已經寫完這個三輸入SOR的電路 真正主要的是這個 但是 各位知道只有這個程式是不能執行的 因為它只是一個韓式庫貨模組 你等一下有個主程式啊 但是如果你真正燒進電路的時候 只會燒這個東西進去 主程式不會燒進去 因為主程式是用來測試用 不是用來燒進去的 所以這是硬體表述語言 跟那個C語言不一樣的地方 主程式只是用來測試用 那你測試過了 你再去燒你就有把握 說這應該不太會錯 所以呢我們要做來測試 那我要寫一個測試主程式 那我這裡就要宣告了 這時候我宣告這邊ABC就不能是Wire 不能是線 我要給它暫存器 因為你要總要有一個地方 可以存ABC0101的東西 不能全部都只是線 全部都只是線的話 那就只是模組 那你就沒有辦法去設定說 像讓A等於0啊 B等於0這種你就做不到 一定要是暫存器才可以放在等號的右邊 OK 一定要是暫存器才可以放在等號的右邊 左邊啦 左邊我講錯 那所以呢 這裡 你既然要寫A等於0 你就必須要給它暫存器 那接下來 這裡有一個宣告就是 我宣告一個實體 就是剛剛那個模組的一個實體 SOR3 SOR3這個模組的實體 我把它宣告在這裡 OK 那宣告到這裡 我把線都接好了 線都接好 這些線 有沒有 都接好 OK 接好之後呢 就可以做一件事了 就是 我去設定這些暫存器的值 然後呢 它就會自動的通過那些線 然後得到輸出結果 好 所以當我設成0的時候 那輸出應該就是 三個SOR還是0吧 0和0SOR0 0SOR0 不一樣才會是1嘛 一樣就會是0 對不對 所以 0SOR0是0 0在SOR0還是0 對不對 所以三個S 0的話 SOR應該是0 那但是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 這裡有一個 這個叫Initial Initial區塊就是 一開始出實話的時候 會執行這些指令 然後呢 Always區塊就是 我會一直做這件事情 每隔多久做這件事情呢 每隔50奈秒 50個Nanosecond Nanosecond是10的-9四方 但事實上不一定是Nanosecond 以現在的 現在的晶片而言 可能要用Nanosecond 但是以 比較早期的晶片而言 可能用Minisecond 就可以 所以 它其實在這裡 還可以讓你直接定義說 到底我的 時間單位是Nano 還是Mini 還是什麼 但對模擬來講 其實不太有影響 只是 如果你想要 做精確的模擬的時候 才會有影響 精確的模擬的時候 你還可以指定說 我這個波形 起來的時候 要經過多久 才會到達穩定狀態 然後呢 下去要經過多久 才會到達穩定狀態 那這樣如果你 超頻了 你的那個時脈調得太快 那可能就會因此而產生錯誤 那產生錯誤 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不能超過這個頻率 那這個有什麼用 用途就是 因為你實體的頻率 是有限制的 實體的頻率如果 它的那個波形 雖然是數微波 它不是垂直的 它是有一個斜率 OK 所以 當這個情況之下 你必須要 必須要考慮說 我模擬的時候 可以模擬到很精準 我就可以把那些 參數通通都放進去模擬 OK 所以當你做了很精準的 模擬的時候 你模擬完 出來 你就可以很有信心的說 我燒進去應該沒問題 而且 如果你對那個時脈 希望把它調得夠快 的時候 你就要做這種模擬 那你不是在做那種 時脈很快的時候 是不需要做這種模擬的 你只要夠慢 反正一定會到達穩定狀態 OK 所以呢 這邊呢 我們就每50奈秒 就把A加1 A加1 其實或者是把它反向 01的這種單一位元的值 加1就是反向 OK 那所以你也可以寫 A等於NOTA 那個NOT是老鼠號 所以你也可以寫 A等於NOTA 或者是 A等於A加1 OK 那 這裡有個Monitor函數 這個就是讓你觀察說 我現在程式執行到什麼狀況 每個變數的值是多少 所以我們這邊你可以看到 OK 我這邊有一個Monitor 然後說%4D 這個就像C元一樣的意思 %4D 就是四位的整數 然後呢 輸出說 A是個整數 B是個整數 C是個整數 A SOR B SOR C也是個整數 OK 那你把它印出來 先印時間 通常我們跑模擬的時候 第一個欄位一定會先印時間 你才知道說 這件事情什麼時候發生了 那接下來呢 再印變數值內容 那不只變數啦 線也可以印 線上面的值也是可以印的 不只有變數 不只有暫存器才可以印 這部分跟那個等號是不一樣 那 你可以看到我 每50奈秒呢 就把A加1 卻每100奈秒才把B加1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每200奈秒才把C加1 我故意要造成一個真值表 那個真值表呢 就是 000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111 所以 C呢 是最高位元 最高位元 所以它的那個 會變化的時間會最久 那A是變最快的那個位元 所以它它就50奈秒就在變 OK 那就這樣 那最後呢你可以用一個就是說 Initial Initial就是一開始 然後呢 經過多久呢 2000 經過2000奈秒之後呢 就執行Finish Finish就是結束了 結束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有幾個指令前面加前字號 這個加前字號指令的意思是什麼呢 加前字號指令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是函數 只是模擬的時候用的 它不會被合成電路 在合成電路裡面 這種前字號函數是無效的 所以不會影響你的執行 只是讓你映出來觀察 或者是讓你在某個時候 把過程砍斷 晶片 你不用砍斷 它一直在執行嘛 只要有電它就執行 所以 這些函數其實是讓你 用來做除錯用 除錯測試用 那我們的執行結果就像這樣 你隨便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放入剛剛的SOR3TEST 剛剛那個檔案叫SOR3TEST.V 點V是VLOG的預設副檔名 然後呢 我用IVLOG O SOR3TEST SOR3TEST.V 那這裡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它感覺很像GCC的語法 但是呢 本來你把O放在哪裡都可以的 但是最新這一版呢 發現好像O只能放在最前面 如果你放在後面 就會產生錯誤訊息 所以你最好照著這個格式去做 那 我執行VVP這個SOR3TEST 就不要再加V了 因為你要執行的是 那個已經可以執行的 編譯完的結果 那編譯完的結果是 我沒有給副檔名 那就是沒有副檔名 OK 那我執行VVP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50奈秒的時候呢 A等於1 B等於0 C等於0 A EXCLUSIVE OR EXCLUSIVE B EXCLUSIVE OR C 就是1 對不對 因為只有 EXCLUSIVE OR 在很多個變數的情況之下 就是看你有基數個位元 基數個1還是偶數個1 如果是基數個1的話 結果就會是1 偶數個1 結果就會是0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裡是1 因為它有基數個1 這裡是0 為什麼 因為它有偶數個1 OK 就這樣 你會看到 結果都正確 而且一直跑到2000 其實不用跑那麼多 跑到500大概就夠了 那所以 仔細觀察一下 你會發現 哦 那我會寫VLOG程式 那怎麼做呢 各位現在就可以馬上做 那我先做一遍給各位看 如果各位覺得不想看 你就直接做就好 我把這個程式給複製下來 貼上 那我坐下來講 好 那我複製下來 然後呢 我在自己的資料夾裡面 開一個VLOG 這個VLOG呢 這邊我就先全刪了 好 那我新增一個 新增一個文字文件 這個文字文件就叫SOR3就好了啦 不用加TEST了 你用 你加TEST也可以啦 但是我覺得打字麻煩 就不加了 耶 這裡有個困擾的地方就是 居然沒有冠Nopay++ 欸有沒有啊 欸有耶 那他怎麼 喔因為點V檔的關係 喔有 好 那我就用Nopay++來看 開啟檔案 內容 稍微選一下 不要用記事本 壓 瀏覽 啊 Nopay++不知道在哪裡 算了 直接 直接 把它拉進去就好了 好 這樣是 進來 那我們就把剛剛的貼上 好 貼上之後呢 你就看到 OK 這個程式 翻進去了 我 切到那個資料夾 欸 這個資料夾在哪裡 等一下 1槽 所以先切1 再切CCC 好 你有看到這個程式了嗎 好 就ivlog 然後 sor3 不用加副檔名 然後這個是輸出 你加別的副檔名也可以 不要是點V 不然他會把自己蓋掉 那就完蛋了 那程式就不見了 好 那這樣子編譯完成 沒有錯 如果有錯他會告訴你 譬如說你等一下故意給他一個錯 他會告訴你 但是ivlog iColors 有一個比較不好的地方就是 他 開放原始碼的這個作者 比較偷懶 所以呢 有時候他的錯誤訊息 他真的找不出為什麼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 i give up 我放棄了 他會給你一個 有時候真的 你寫得太爛 那個程式他完全無法解析的時候 他就直接告訴你 i give up 我放棄了 我不編你的程式了 那 你不要覺得很驚訝 怎麼會有一個編譯器告訴你 i give up 這沒什麼 在開放原始碼裡 因為很多事情 是看作者 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 好 所以 這樣子我就可以用VVP 來執行這個SOR3 那你就看到 OK 結果就是這樣 你可以檢查一下 是不是跟剛剛我們所講的一樣 那現在就換各位了 你去執行一下 這個SOR3的程式 想辦法了解 他的程式的每一行 到底是什麼意思 現在會給各位時間 不過好像也沒時間了 因為11點52分了 所以 各位就試試看 試試看 好